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來看到美國職棒大聯盟 大都會跟稻奇的比賽 大家都很關心的大谷翔平 這一戰敲出一轉打 選到三次保送 總共四次上雷 表現相當不錯 雖然大谷個人表現相當不錯 但稻奇打線卻在比賽後段 屢屢遭到壓制 連續兩次中了滿累計 也重挫他們的反攻信心 反觀大都會這邊 靠著斯塔琳瑪特的三分炮帶動 最後是以6比4帶走勝利 紐約大都會交手洛杉磯到期 梅子打線開局起始不錯 Brandon Nemo率先選到保送 再靠著倒壘還有爆頭來到三壘 幫助球隊就算一隻安打都沒有 還是近戰得分大門 第三棒的Francisco Lindor說 來 如果要安打我給您 敲出反方向的二壘安打 帶領大都會1比0 掀持得點 稻奇下個半局給予回應 核彈頭Mookie Bet掃出長打 截續的大谷翔平也選到保送 把轉打點的機會做給Freddy Freeman 自由人掌握紅中訴求 敲出安打 MVP組合順利連線 三個人都能站上擂包 幫助稻奇1比1追平戰局 雙方前三局打完仍是平手 大都會四局上半串連兩隻安打 再下一城 到期先發投手Gavin Stone 總計三點一局丟掉兩分 以敗頭的身份退場 幸好隊友在五局下半替他解套 大顧相平撈出二壘安打 用Lead of Double電燃反撲氣焰 再利用推進還有Max Moncy的高飛錫聲打 兩隊再度佔平 只不過梅子軍團有備而來 六局上半還以顏色 Starting Marte把握兩人在雷 鎖定石頭滑球 直接航出中外野 本季的第四轟 是一發四百三十二英尺的 大號三分砲 大都會再度超前 五比二 已經兩度落後 又兩度扳平的邪惡帝國 能否拉回戰線 要看Otani上的關鍵發揮 因為隊友在六局下半 把握兩次保送 還有一隻安打 形成蠻累 大股纏鬥到兩好兩壞 卻被內角滑球引誘 揮棒落空 領到三陣 單場兩打數一隻安打 另外選到三次保送 打擊率三成五九 好險下一棒的 Freeman非常爭氣 再度打穿中間防線 一口氣帶回兩分 自由人單場三至二 有三分打點兩次保送 是球隊發揮最好的打者 一分差的比賽 在八局上半起了變化 Francisco Lindor再次攻擊反方向 打揮球隊的第六分 儘管Edwin Diaz在八局下半投出兩季保送 讓到齊攻佔蠻雷 但是自己開的劇場自己關 連續標出兩次重要三陣 隊友Reed Garrett也在九局下半賞出 KKK連三K 兩個人合力用三陣 抓下比賽的最後五個出局數 把Dudger Stadium變成圖書館 粉碎對手的反攻希望 中場大毒潰六比四踢館成功 我來提一台 綜合報導 繼續來看到費城人跟白襪的比賽 這一戰費城軍團的先發投手 Zeguila表現超好 7.1局無彎打的好表現 加上打線非常給力 攻下了9分 幫助費城人中場是以9比5 立刻白襪 至於另外一場 馬鱗魚跟小熊的比賽 焦點人物就是小熊先發 金勇生態 雖然他前面連續四場 無擇失的記錄是今天破功 但整體還是主投六局 只丟兩分 繳出優質先發 加上打線購物幫忙 最後小熊還是以5比3 擊退馬鱗魚 美國職棒大聯盟 小熊主場迎戰馬鱗魚 雙重賽首戰 只有馬鱗魚3比2踢館成功 但要避免單日吞兩敗的 封城大軍 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小熊在第一局就有攻勢 第二棒的Coding Bellinger 瞄準外角變速球 大棒一揮 小白球就這麼飛出右外野大牆 這發陽春全力打 一樣小熊1比0先持得電 而先發投手金勇生態 這場比賽則是繼續發揮 他生涯前四場 還沒掉任何自責分的好表現 前三局只被打出一隻安打 但到了第四局 他卻遭遇亂流 游擊手Nick Horner先是發聲失誤 讓Jash Bell站上壘包 下一棒的Tim Anderson也把握機會 敲出直擊 座外野伸出的赫雷安打 將隊友送回本壘追平比數 雖然這分還不是算在金勇頭上 但下一棒的Jash Jason Hall Jr. 這個帶有打點的安打 可就要記在他頭上囉 馬鈴雨2比1取得領先 而且到了六局上半 金勇再度遭到狙擊 上次因為失誤上來的Bell 這次不靠對手靠自己 直接將球送出牆外 讓魚群取得3比1領先優勢 而這也是金勇首度被打全力打 還好他也隨即回穩 連續兩季三陣結束這個半局 下個半局 小熊也馬上掀起反撲 Alexander Canario一上來 就給對手送上大禮 敲出一隻出速達到109麥 遠達416英尺的大號陽春彈 氣勢起來的熊軍們 安打是一隻接著一隻 讓他們在六局下半 冠進四分大局 奠定勝機金勇生態 駐投六局送出543陣 金勇兩分擇失 由直先發 也讓他勇奪本季第三勝 中場小熊 這位5比3主場擊退馬鈴雨 接著關心 白襪交手費城仁的比賽 費城軍很快的 在二局下半就建立起攻勢 Alex Boone率先選到寶宋 壘上友人的情況 Brandon Marsh並沒有放過 帶中一顆內角變速球 球很高很遠 出去了 兩分炮為友愛之棒 先持得點 接下來 Ricoste Lanos又超出 直擊全力打牆的 三內安打 後續隊友也將他送回本壘 讓費城仁取得3比0領先 這也讓他們的先發投手 Zack Wheeler是投得順風順水 2 3 4局都送給對手3上3下 雖然在第5局的時候 投出觸身球讓Paul Dijon上壘 但他也馬上回穩 連抓兩個出局數 讓他在前5局都還是無安打狀態 後續費城軍攻勢在起 5 6 7局都有劍數 每局都是2分進仗 借力多達9分的領先優勢 而Will也持續維持他的好手感 直到第8局才被Cory Lee 敲出安打 隨後也被替換下場 留下7點1局 50分 8 4 3陣的優質先發 雖然芝加哥軍團 後來在第9局是攻下5分大局 但無奈9分的落後 真的太多了 中場費城仁就以9比5 輕鬆擊敗白襪 國外群台綜合報導 到齊的境況有一點差強人意 但是論大股翔平的個人成就 還是非常厲害 一樣他就算還沒退休 也確定會在明年 美國棒球明人堂所舉辦的 日本野球展覽中 展覽出他的實戰球衣 好 這有多麼不容易呢 摊開這個明人堂展覽的 之前的東營武士們 一次排開包括村上雅澤 野貌英雄還有雷木伊朗 各個都象徵輝煌的日本野球歷史 如果說打進大聯盟是每個棒球選手 渴望的最高層級競技環境 那麼獲得棒球明人堂的入選以及致意 就是他們棒球路上至高無上的榮耀時刻 而美國棒球明人堂近期宣布 將在明年七月古博鎮明人堂國務館中 舉辦日本野球戰 致敬日本棒球史上最傑出的幾位選手 當中包含野貌英雄松井秀喜 甚至還在打球的大股祥品也在其中 因為他目前所達成的成就 可謂百年難得一見 屆時大股祥品在今年到起竹唱 一場比賽穿過的實戰球衣 將會是重點展覽品之一 同時還會有野貌英雄吳安達比賽紀念球 蹤井秀喜球衣 以及林木一郎打破單機安達紀錄的戰靴 而且1964年 第一位登上大聯盟的亞洲球員 穿上雅澤的手套 也會一起透過展覽 致敬這些傳奇們的成就 因為他們也同時代表著 日本棒球的璀璨歷史以及未來 一場比賽 我認為我希望能夠在這場比賽 因為我希望能夠在這場比賽 每個人都在這場比賽 是我希望能夠在這場比賽 现在我们现在认识的同学现在 大家都在说了我感到非常幸福 Mister Nomo to start the trend to come play in the major leagues Then you have Hideki Matsui who went from the Giants to play with the Yankees world's best team Now you have Mr Otani 很巧的是本次日本野球特展 将为和每日同算 4367支安打的领目伊朗 第一年进入明元堂票选 结果公布同一天 若是Ichiro能够获得青睐 最终进入最高荣耀的古博镇 届时士兵会是日本野球时尚 最光荣的一天